人民究竟怎样选择和保全呢 有一位人物 香港的叫沈祖瑶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是香港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 他在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 因为他的优秀工作 优秀的服务 被《时代周刊》誉为当年的亚洲英雄 他就有过一段对当年的精彩的回忆 他怎么说呢 他说 当年面对萨斯非典 我们完全无法控制那个疾病 我们试过了所有的药 都看不到有一个病人好转 于是我提出来为病人祷告 说 上帝呀 求你不要让我们的无能无知 让我们丧失任何一条生命 你想 朋友们 沈祖瑶一个医学科学家呀 第一次以无知来描述他曾经自豪自信的医学能力 描述他自豪自信的科学能力 你看他今天面对瘟疫那么无奈 讲完这句话之后 房间内的人都哭了 因为大家都感到已经走到能力的尽头了 沈祖瑶说 我真是无知啊 我不知道究竟在对付一个什么样的病 不知道那病毒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该用什么药 不知道该用什么情况下用药 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呼吸机 然而 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无知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真正懂得了 在宇宙中自己的卑微呀 你看 无论权力 财富 还是科学 面对瘟疫都无能为力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人 当人的方法走到了尽头的一刻 而这一刻就是上帝能力的开始 沈祖瑶记得很清楚 祈祷的那天是三月份的一天 然后他说 从那天开始 我相信这并非巧合 我们开始看见同事和病人 都渐渐康复过来了 《江峰漫谈》 我们下回再见